大家好 这节课呢 我来教大家如何在项目之中使用iconfont 实现这种放大镜 或者笔触的这样的小图标的展示 首先我们打开iconfont.cn这个网站 好 大家来看啊 拼写不要拼错了 iconfont.cn 这是阿里项目外提供的一个iconfont的图标库 我们呢记住它来生成我们的iconfont 怎么生成 大家呢先来进行一个登录 如果你没有iconfont.cn这个网站的账号 大家自己先注册一下 然后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之后呢 我们点击图标管理这一栏 有一个我的项目 大家点击我的项目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文件夹 然后中间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来创建一个iconfont这样的图标仓库 我们起名就叫做减书 在这里呢 我们说这是减书 iconfont 仓库 OK 我们点击新建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iconfont的项目 然后呢我们去找图标 把图标添加到我们的项目之中 目前来说 需要三个图标 分别是放大镜图标 大A小A的这个图标 以及一个写文章的图标 我们找几个类似的图标来看啊 先搜放大镜 在这里我们搜索放大镜 你可以看到只有很多的放大镜 我们可以选一个比较漂亮的 比如说这个吧 大家选择把它加入到购物车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去找 有一个大A小A的图标 好 我们就用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标 我们再来看 还需要一个铅笔 我们搜一下 好 这里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笔的图标 简数的这个图标呢 是一个羽毛 这样的一个图标 它比较难找 所以呢 我们找一个羽之 差不多的小图标做一个替换了 我们看哪一个差不多 其实差的都挺多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吧 笔 随便来找一个 就用这个吧 这个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 后退一下 来看啊 就用这个 这个笔还是比较简洁的一个图标 所以我们用它来代替简数的这个图标 它也添加到购物车里 OK 然后我们点击整个页面右上角的这个购物车 我们点击添加至项目 这个时候 刚才我们创建的简数这个项目就可以被选中 我们把这三个图标呀 我们把这三个图标呀 放到这个项目之中 点击确定就OK了 这个时候 大家看 它会跳到简数这个项目之中 里面呢 就会有这三个图标 好 图标库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点击下载至本地 把它下载到桌面上 保存 OK 我们到桌面上 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download的文件夹 把它挤压缩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内容了 那哪些内容是有用的呢 其实JS这个文件没有太大的用处 SVG是一个图标库 它是有用的 TTF也是图标库 字体库也有用 WFF一样 EOT文件也是有用的 iconfont.css也是有用的 剩下这几个文件呢 倒不是特别有用 那我们可以呢 打开一个demo.unicode.html这个文件 我把它缩小一下 然后我们开一个demo.unicode 这个html文件 这是一个说明文件 它会告诉我们 这个iconfont的图标库应该如何使用 那么呢 这里我直接给大家讲 你的iconfont应该如何的正确使用 打开我们的项目目录 简出这个目录 好这是我们的工程目录啊 我们在src目录下 打开statics这个静态资源库 好这里面呢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iconfont 然后我把刚才说的 有用的这五个文件拖进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关闭掉我们下载的这个文件夹 其实呢 这些内容都可以删除掉了 我们有这五个文件就可以 有这五个文件之后呢 我们来写代码 首先我启动一下我们的父亲 压start 然后来进行编码 好他会帮我们看一下这个空气 我们先打开编辑器啊 在编辑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static目录下 就有iconfont这个文件夹了 里面呢就会有之前的几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怎么用呢 我们首先打开iconfont.cs 这是iconfont的主要的css文件 那首先呢 大家跟着我做一件事 这个格式啊 做一个调整 在每一个文件的引入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都加一个相对路径 当然以data开头的这个url 你不要加相对路径了 它是一个base64的文件 不需要你加路径 下面这两个ttf文件和svg文件呢 你也加一个相对路径 这样写会比较稳妥 好 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这块会有几个class 这个class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干掉 OK了 iconfont这个文件呢 大家想 它呢不是某一个组件要用到的 整个我们的项目之中 可能有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类似的iconfont图标 所以呢 我会倾向于把它当成一个 全局的样式来处理 那全局的样式怎么写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呢 首先把iconfont.css 重命名称iconfont.js 然后我们打开之前 根部录下有一个style.js文件 这里面呢 我们注入全局的reset.css文件的时候 使用了inject.global 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在iconfont.js里面 我们一样也引入 inject.global 然后呢 通过inject.global 加上一个多行字符串的语句 我们来实现 把这个样式注入到全局的功能 当然呢 你这么写完了之后 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 为什么没有太大的用处呢 你现在有一个样式文件 但是这个样式文件 并没有被全局的使用 那我希望它全局的生效 最后一步 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关闭掉iconfont.js 然后打开我们的index.js文件 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引入了style.js 这个reset.css的文件 接着我们再引入一个全局的样式 它在哪里呢 它在statics目录下的 iconfont下面的 iconfont.js文件 你可以不写这个js后缀 是完全可以的 保存 我放大一下 然后呢 我们回到开发的这个页面上来看 刷新 点开控制台 没有报错 说明我们的iconfont 就已经成功的被引入了 那它应该如何的被应用呢 我们来写一下 首先 我们要把大A小A 变成一个iconfont的图标 怎么变 之前我打开的这个使用手册上 大家往下翻 你能看到呢 你要使用这个图标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种形式来使用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标签 也就是一个I标签 它上面有一个叫做iconfont的class 内容呢 它是这样的一个石榴进制的串啊 我们先不管它 先复制 粘贴到哪里呢 我们到代码里面来看 我们打开common下的header这个组件 进入到index.js里面 以前这块我写的是大A小A 现在我要把它替换成一个iconfont的标签了 那么我们就这么写 这里写一个I标签 当然你写DIV什么都是可以的 我们用一个I 和官方保持一个统一样 这块是无所谓的一件事情 这里面这个石榴进制的字不串 我们用什么呢 或者说unicode的字不串 我们用什么呢 回到之前我们的这个网页上 我们往上翻 大家可以看到 大A小A这个图标啊 对应的这个unicode是这个编码 所以复制这个编码 然后到代码里面 我们用它替换掉之前的这个x33的编码 保存 再到页面上 我们刷信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好 这时候它会报一个错误 看哪里写错了 它说你应该用class name 而不是用class 其实这里面 I的标签上的这个class 我们要给它改成class name 保存 再回来 大家看 这块是不是就有一个小的图标了 大A小A 紧接着我们再写 写文章前面也会有一个图标 那怎么办 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I标签 放到写文章的这个文字前面一份 它的自负串是什么呢 或者说它的编码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这个笔啊 它的编码是这样的一个16精致的unicode 我把它写在这里 保存 回到页面下 我们刷新 你可以看到前面呢 也出现了一个icon font 没问题 我们再来看 搜索这块的布局 我们要简单的做一下 这块搜索的布局呢 它右侧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图标 我呢 先把它写出来 在navsearch的后面 我们复制一份icon font的图标 然后呢 去找它的编码 它的编码是XE614 如果你觉得这样去找这个编码有点麻烦 或者你找不到这个页面 怎么办呢 大家打开icon font.cn 然后到我的项目里面 进入到减数这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也会有这些图标的这个编码 你直接拿过来用 直接点击复制代码 更简单 所以复制好了 我们在这粘贴一下 都是一样的 保存 回到页面下 我们刷新页面啊 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这样的小图标 然后我们对它的布局进行一个整理 首先我们在这个navsearch 外面加一个布局组架 叫做nav 或者叫做search wrapper OK 显然没有这个布局组架 所以呢 我在这里引入一个search wrapper 它从哪引入的呢 从样式这个文件里去引入的 所以我们在navsearch上面 加一个export const 等于stead.div 当然这块用这个语法 OK 我们呢 把下面的这个代码和上面的稍微结合一下 search wrapper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navsearch OK search wrapper应该有一个什么特性呢 首先这个search wrapper呢 应该浮动一下 我们先看不浮动 页面现在长什么样子 页面现在是这个样子 其实也是OK的 在这来看啊 搜索外层现在多了这样的一个 好像并没有加上啊 现在来看这个search wrapper好像并没有生效 我们再刷一下 我们看哪里写的不对 search wrapper 加一个background read来看一下 保存 你可以看到这个search wrapper我们加的位置其实加错了 我们改的地方不对 我们回到代码里面来看一下 我们加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nav 这是一个search wrapper 好了 之所以加到这的原因呢 是上面这些东西都浮动了 导致它并没有站位 而你这个search wrapper并没有浮动 所以就会显示在这个位置上 那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给search wrapper加一个float left就可以了 再加一个background read保存 刷新 OK 这样的话 search wrapper所在的位置就OK了 然后呢 做一个调整 让它的overflow 变成一个ident 保存 刷一下 这个其实可以不加 因为float已经触发了bfc 这块呢 先这么写着 之后我们看 我们给这个div加一个position relative 然后我们给navsearch 什么都不加 里面的这个acon font呢 我给它加一个absolute的 布局 那怎么做 这样来做啊 search wrapper下面 有navsearch 这是没问题的 同时它下面呢 还有这样的一个i标签 class name是icon font 那我想对它进行修饰 怎么修饰呢 你这么修饰就行了 search wrapper下面的 .icon font 指的就是search wrapper这个组件 下面的所有的icon font 对用的样式 我呢 给它加一些东西 首先给它加一个position absolute write5吧 bottom5px 这块要写px 保存 我们再来个background green 看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显示在这个位置上了 好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相对 绝对定位的方式 把它定位到这儿 我们呢 可以让这个区块变得大一些 在这里 在这里我给它加一个y字30px 加一个text align center 保存 好 这个时候啊 这个小图标的位置就非常的正确了 同学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加一个圆圈啊 如果大家呢 仔细看了这块官方网站上的样式呢 你会发现 当你鼠标focus聚焦的时候呢 这个外面会多一个这样的背景色 那为了后面我们做动画方便呢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背景色都已经做好了 那你可以呢 现在先不用这个背景色 保存 然后我们来看 现在的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写到这儿呢 我们就基本上 对这个header部分的样式 进行了完整的布局 这节课呢 主要给大家讲了 icon font应该如何的使用 那么下节课呢 我将带大家去实现 input框这块的动画效果 大家加油